第1611章考虑 看着面前满脸吃惊的夜四 时光古圣显然早有预料 他淡淡说道 你放心 我并不是一个人去杀圣人王 我会请一位圣人王 以及空间古圣一起出手 届时 你只要躲在远处放出幻界帮助我们即可 虽然时光古圣这样说没错 但一样很危险 毕竟圣人王的实力很强 如果被他找到机会 肯定会率先杀死夜四 而且圣人王在临死前 若是自爆 那威力同样可以杀死夜四 由此可见 这个条件有多么危险 也难怪时光古圣说夜四不敢答应 前辈 我能够考虑几天吗 夜四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这样说道 其实他心里早就同意了 但是 面对这么危险的条件 如果他答应的太爽快了 那岂不是遭人怀疑 毕竟 这条件若是换成其他人 肯定会再三考虑的 面对时光古圣这个老古董 夜四不敢大意 当然要谨慎一些 毕竟 他暂时还不想暴露本尊有分身的信息 他暂时还需要把血衣神教的目光吸引在这里 等他本尊踏入古圣境界之后 那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好 你考虑好了 随时可以来找我 面对夜四的询问 时光古圣点了点头 这是正常的选择 换了是谁 都要好好考虑下 毕竟 关乎到生死 那前辈 晚辈就先告辞了 夜四随即告辞离开 他准备过段时间再来 反正时光古圣就在这里 他也不怕时光古圣离开 这事情算是定下来了 让他心中隐隐松了口气 再会 时光古圣摆了白手 也没有起身送夜四离开 夜四也不在意 转身踏步离去 在路过菜地的时候 夜四看着菜园子里忙活的老农民 不由得好奇问道 你干嘛忙活这些 难不成时光古圣前辈还吃这些东西 老农民一边出地 一边抬头笑道 主人当然不用吃这些东西 但是他会把这些东西送到凡人世界去 给那些凡人中的穷人吃 不 这是为什么 前辈他还关心凡人吗 他挥挥手就能帮助亿万凡人吧 夜四显得有些不解 老农民摇头笑道 我也不太清楚 主人说是做慈善 做慈善 夜四无言以对 果然 这些活了不知道多少岁月的老古董 都是一个个古怪脾气 夜四摇摇头 转身就离开了 夜四并不知道 就在他离开之后 一个熟悉的身影 便凭空出现在时光古圣的面前 时光古圣看着面前的控君子 摇头说道 你不是认识他吗 为何要躲起来 原来刚才 这位空间古圣也在此地 只是夜四并没有感应到有人的存在 可见 这位空间古圣在空间一道上 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谈不上认识 只是有过一面之缘罢了 空君子摇摇头 随即笑道 我只是好奇他来找你做什么 我担心我在这里 他不会说出来 现在知道了 时光古圣翻了翻白眼 他觉得空间古圣很无聊 不过 活到他们这个程度 也的确够无聊的 无数岁月了 该做的也都做了 对于任何事物 他们实在没什么兴趣了 唯一的兴趣 也就是继续提升实力了 哈哈 没想到他来找你是为了时间加速大阵 看来他很缺时间啊 不知道他能这么快变强 是不是跟时间有关系 空君子笑了笑 说道 时光古圣陈寅道 应该有些关系 虽然他刚才极度保持克制 但是我能够感受到 在他听到可以加速五万倍的时候 那种喜悦之情还是按捺不住的 这小子身上的秘密 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空君子似有深意的说道 眼中光芒闪烁 时光古圣淡淡说道 谁没有秘密 你空君子能够号称空间古圣 又岂能没点机缘 我劝你还是打消那不切实际的想法 以你的实力 再过些年 一样可以踏入圣人王境界 至于那小子的机缘 未必能够帮助你 呵呵 你放心吧 不会耽误你报仇的事情 空君子笑了笑 随即叹道 可惜了 那门修炼幻界的功法无法传出来 就算可以传出来 你也练不成 那需要心境达到第七层次 时光古圣淡淡说道 空君子摆了白手 并没有反驳 他就这么消失在原地 唉 老友 不走正道 你已经走上邪路了 时光古圣沉默片刻 随即轻叹一声 其实 他也明白 在他即将踏入圣人王境界的时候 空君子会着急也正常 毕竟 这么多年以来 他们两个都并称为时空古圣 威震混沌大陆 而今 他却要登临圣人王境界了 空君子岂能不及 圣人都要脸面的 空君子这种老古董就更加要脸了 但是空君子越急 就越发无法触摸到圣人王境界 以至于这些年 他开始走一些旁门左道和歪门邪路了 从时光古圣那里离开之后 叶四并没有返回自己的住处 而是发了一个信息出去 然后禁止离开了皇宫 他发信息的对象 便是那位三清圣地的传人 于新华 他对那传家宝 还是有点兴趣的 最重要的是 荣君号那个人渣圣人 他本来就没准备放过 之前因为人须宗古圣和雪衣神教古圣的事情耽误了 现在刚好可以腾出手了 叶前辈 太好了 您终于联系我了 我还以为你忘记这件事情了 于新华收到叶四的消息之后 顿时非常激动 这段时间内 叶星辰大战人须宗古圣 俘虏雪衣神教五位古圣的消息 早已经转变了整个混沌大陆 于新华非常清楚 只要这位叶教主愿意出手帮忙 那他的大仇人荣君号肯定必死无疑 只是这段日子以来 叶星辰都没有联系他 让他很着急 告诉我你在帝都哪里 我现在就去见你 叶四再次发了一条信息 于新华连忙将地址发了过去 叶四目光一扫地址 整个人顿时消失在街道上 下一刻 帝都西北角的一座府邸前 叶四的身影陡然显露出来 而于新华 早已经在门口等待了 看到叶四出现 连忙恭敬行礼 叶前辈 进去再说 是 第1612章神级战阵 于新华在帝都住的地方很普通 他的府邸并不大 但是有一点例外 那便是他的府邸 紧挨着一座气势恢弘的府邸 这座府邸乃是一位大圣的府邸 曾经也是中央神国的皇室子弟 当年三清圣地的那位天之娇女 便是跟此人结成伴侣 只是在那位天之娇女陨落之后 此人也低调无比 于新华住在这里 由此人的庇佑 倒是安全无比 叶四在进来的时候 就感应到一股大圣巅峰的强者神念一扫而过 看来那位大圣还是很关注于新华的 前辈请上座 进入大厅之后 与新华联盟邀请叶四上座 叶四也不客气递在主位上坐了下来 他毕竟是圣人 而且还是大圣 能够亲自来访 已经很给于新华面子了 坐在主位那是很正常 毕竟 谁敢让一个圣人坐在自己下手 找死吗 原本 按道理应该是于新华亲自去面见他这位圣人才对 只是于新华不愿意在外面显露他的传家宝 毕竟在这里 还有那位大人物庇护他 到了外面 那就不好说了 万一被人抢夺了传家宝 他哭都来不及 毕竟 那位大人物只会避佑他的生命安全 可不会在意他的传家宝是否被人夺走 因此 于新华只敢在自己的府邸面见叶四 我人已经来了 刚才那位大圣也用神念扫过我了 你大可以放心的把传家宝拿出来了 叶四看向面前的于新华 淡淡说道 于新华有些尴尬 善善道 还请前辈多多包涵 我这就给前辈看 说罢 他掌心光芒一闪 一件物品便出现在了叶四的面前 叶四眯着眼睛 仔细打亮着此物 这是一个拳头大小的圆盘 看其表面散发出来的能量波动来看 应该是一件小圣兵 一件小圣兵就要杀一个大圣 叶四觉得于新华太天真了 也幸亏遇到他 不然恐怕没人会答应 不过 想想也多 三清圣帝当年都被群圣给搜刮干净了 能够留下一件小圣兵就不错了 哪还有什么价值的宝物 前辈 这是阵盘不是一般的圣兵 你用神念叹进去就知道了 似乎猜到了叶四的心中想法 与新华连忙说道 阵盘 叶四面色一明 他的阵法修为也不错 自然知道阵盘是用来干什么 那是用来布阵的 要知道 布置阵法非常麻烦 需要很多材料 所以 阵法一般都是用来守护山门和城池的 很少会有人用阵法来对抗杀敌 至于那些简单的战阵 威力比阵法差多了 但是阵盘就不一样了 有了阵盘 使用者可以直接布置出阵法对抗敌人 不过 阵盘的炼制难度太大了 而且越是强大的阵法 就越不容易融入阵盘内 叶四仔细打亮着面前的阵盘 神念叹入其中 顿时一座巨大的阵法显露在他的脑海中 以叶四的阵法修为 一眼就看出了这座阵法的不简单 而且 这阵盘之中也蕴含着这座阵法的相关信息 三清合一 盘古真身 叶四接收着阵盘内的阵法信息 不由得大吃一惊 他没想到三清圣地的那三位古圣竟然来头很大 他们是一位真神的嫡系后代 只是那位真神很低调 并没有开辟神教和神国 因为他的后代很少 他也无心弄出一个大势力 甚至 他在飞升混沌界的时候 都没有留下自己的真神兵 而是选择带走了 所以他的后代们也就混得不怎么样 不过 终究是有一位老祖宗是真神 到底还是有些厉害手段传下来了 这阵盘之中蕴含的阵法 便是那位真神传下来的 是真神级的战阵 真神级的战阵 一四眼谋赤圣 在当今的混沌大陆 也只有四大神教和五大神国才有真神级的阵法 但是 真神级的战阵 他们却没有 固然 真神级的阵法威力更强 防御力更强 但问题是 真神级的阵法是没办法随身带着 只能用来守护山门 而战阵就不一样了 它可以随时布置 甚至都融入了阵盘之中 阵法是用来保护山门的 战阵是用来在外杀敌的 两者各有各的好处 原来如此 集合三清之力 就可以组成一具盘古真神 一四继续观看着阵盘里面的战阵 盘古便是那位真神的名号 组成盘古真神 其实就是组成那位盘古真神 当然 组成出来的并不是他本人 不过 组成出来的盘古真神 实力会比主持阵法的人高一级 也就是说 如果是三个古圣初期的人布置阵法 那就能发挥出古圣中期的实力 三个古圣巅峰 那就能组成圣人王层次的盘古真神了 业四心中激动 不得不说 这门战阵很实用 而且威力也很不错 最重要的是 这门战阵的要求 它都能满足 从阵盘里面 叶四得知 想要组成盘古真神 需要布置阵法的三个人心灵相通 配合默契 而且本身力量同出一元 也就是说 三个人要修炼同一门功法 各自的能量不能有任何的杂质 这一点很难 但若是真的为了这门战阵 可以从小培养 难度也就不大 至于说心灵相通和默契 那就更加不用说了 让三个人呆在一起无数岁月 什么默契培养不出来 当然 对于叶星辰来说 这些都不是问题 叶星辰有九大分身 分身能量都是同源 更是共有一个灵魂 简直是施展这门战阵的完美人选 有了这门战阵 本尊的实力就能更强一些了 叶四安安想到 他们九大分身 到时候就能组成三个盘古真身 这对本尊 可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前辈觉得这门战阵如何 可值得前辈替晚辈出手 一旁 于兴华看着沉思中的叶四 不由得小心翼翼的问道 他心中有些忐忑 虽然他也知道这门战阵威力不错 但是使用难度太大了 对很多人都没有用处 当然可以 叶四笑着说道 这声音在于兴华看来 简直是天籁之音 于兴华顿时满脸兴奋之色 这么多年了 他终于可以替先辈们报仇雪恨了 第1613章雪色降临 多谢前辈 真是太感谢前辈了 于兴华连忙对叶四恭敬行礼 满脸感激之色 叶四摆了白手 摇头道 各取所需罢了 你这门战阵的价值很大 我的确心动了 我倒是好奇 这战阵如此厉害 为何以前没人帮你报仇 意思有些疑惑的看着于兴华问道 神级的战阵 他不相信别人看不出这门战阵的威力 既然如此 怎么没人帮助于兴华报仇呢 杀一个大圣 对于那些大势力而言 应该难度不大吧 顶尖圣帝就算没把握 四大神教和五大神国总可以办到吧 前辈有所不知 这战阵虽然威力很大 价值很大 但使用他的要求也太高了 所以没人看得上 于兴华文言一连苦笑道 页四恶然道 要求高吗 不就是找三个修炼同一种功法 再培养他们的默契不就行了吗 页四觉得这难度不大啊 前辈 如果只是培养到天王境界 那的确难度不大 于兴华文言苦笑道 但是能够成圣的 还要修炼同一种功法 那就很难了 众所皆知 但凡成圣的人 都有各自的奇遇 也许他们多修炼一门功法 就能提高成圣的几率 试问他们怎么可能会不修炼 所以 想要找三个修炼同一功法的圣人 实在太难了 这还是小圣级别 到了大圣 古圣 那难度就更大了 于兴华继续说道 能够帮助我报仇的大势力 他们对于小圣 大圣都看不上眼 但培养三个修炼同一功法的古圣 这几乎不可能 所以这战阵对他们没什么用处 页四明白了 修炼到古圣境界的人 怎么可能只修炼一门功法 就是他 从当年修炼到现在 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功法 他现在修炼混沌霸体 从哪里找到第二个修炼混沌霸体的人来 那些古上也一样 每一个古圣都有自己的修炼道路 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和他走一样道路的人 更别说是找三个同源的古圣了 叶四之前想的简单 那是因为他知道本尊有分身 这些分身就是天然同源的 正适合施展这门战阵 当下 叶四不露声色的问道 你跟我说 到现在为止 有哪些人知道这门战阵 他得防这一手 于新华文言也没有在意 他想了片刻 便回答道 为了感谢那位大人庇佑我们三亲宗 我曾经将这门战阵告诉过他 所以中央神国应该会知道 还有就是西年的十王天宫 跟我们三亲圣地交好 所以也可能知道 不过 十王天宫已经灭亡了 所以现在只剩下中央神国之道 叶四眉头一挑 十王天宫也知道 他之前和天下宫心谈论时 可是猜测那十王天宫的十位圣人王是同一个人 如果这个猜测为真的话 那么对方在拥有这门战阵 实力该有多强 十个圣人王已经很可怕了 对方如果在拥有这门战阵 那么实力就更强了 叶四心中疑惑到 拥有这么强的实力 十王天宫怎么会灭亡 当年难道有几十个妖魔圣人王入侵混沌大陆 而且更加让叶四不解的是 十王天宫的那十位圣人王是傻子吗 以他们的实力 就算打不过妖魔大军 也可以逃走啊 次大神教和五大神国有神级阵法守护 可以不在乎妖魔大军 但他们真的可以容忍整个混沌大陆被妖魔占据 十王天宫的十位圣人王 给叶四的感觉似乎有些冲动了 也有些不理智 不过叶四所得到的信息非常少 毕竟十王天宫灭亡太久了 仅凭一点信息 他很难搞清楚当年的原因 摇了摇头 叶四没有多想 他站起来对于新华说道 这事情我同意了 等过段时间 我就把容君浩的人头带来给你 晚辈恭送前辈 于新华联盟站起来 亲自送叶四离去 看着叶四的背影 与新华狠狠的一握拳头 他多年的心愿 终于完成了 回去的路上 叶四不由得思考着 如何去杀容君浩 本尊和其他分身战时不能来中央神国 毕竟杀一个大圣动静太大了 本尊他们如果来了 那就会暴露 而叶四去杀容君浩的话 那一旦等到他离开帝都 恐怕仁虚宗古圣就会杀来了 看来终究是要跟仁虚宗古圣再斗一次 叶四暗暗想到 不过 他现在能够在仁虚宗古圣手下保命吗 当初他的本尊 都很难逃脱仁虚宗古圣的追击 而他这个分身 实力可不如本尊 毕竟他的肉身没有本尊强大 而且还缺少了本尊的混沌神火领域 只是比起当初的本尊 他的幻界威力增强了许多 毕竟当时的本尊 心境还没有达到第七层次 也没有领悟幻界 哎呀 我怎么把天煞一号给忘记了 我完全可以请他出手帮忙斩杀容君浩 突然 叶四眼睛一亮 暗自想到 天煞一号现在带着叶九在外面报仇 正好闲着没事 完全可以叫他来斩杀容君浩 反正就是顺手的事情 顺便吸引血衣神教的目标 也好避免他们关注圣虚 讲到这里 叶四当即给五毛鸡九号发信息 为什么给五毛鸡九号发信息 因为圣虚隔绝一切信息 圣虚内无法传递出来 外面也无法传递到圣虚里面 所以 为了方便他和本尊传递消息 本尊让五毛鸡的九号分身就守在圣虚外面 五毛鸡的九号分身只是一个大天王 目标小 而他也值得叶星辰信任 所以让他传递信息最合适不过了 此时 五毛鸡的九号分身接到叶四传来的信息 马上就返回圣虚了 叶四只要安心等待回训即可 轰猛龙 就在叶四准备返回皇宫等待本尊回训的时候 一股恐怖的气息顿时浩荡在帝都上空 瞬间 叶四发现周围的房屋墙体 还有街道上的地面 全都变成了雪红色 他不由得抬头看去 瞳孔顿时一缩 原来 在帝都上空的那片天地 早已经变成了雪红色 整个帝都被这片雪红色的光芒给映照成了雪色 像似一片修罗炼狱 好强的气息就算是时光古圣都没有这么强 难道是圣人王 夜四眼中露出惊骇之色 第1614章悬赏 雪色世界继续蔓延 直到扩充了整个帝都的上空天地 将庞大的帝都都笼罩起来了 帝都之中 一道道身影显露出来 无数修炼者进阶满脸骇然地看着天空中的那片雪色世界 多少年了他们还从来没看到有人赶这般嚣张地降临帝都 这是要跟中央神国开战吗 当然也有一些圣人强者 认出了来人一个个顿时面色凝重 是雪王决一神教的教主 这位怎么来了 一位位气息强大的圣人出现在半空中 抬头凝视着那片雪色的天地 而在不远处的皇宫内 也有一道道强大的身影飞了出来 夜四看到了十七皇子 九皇子 还有空间古圣 连时光古上也出来了 还有更多的陌生圣人 但是他们的气息很强 有大圣 有古圣 这一刻 皇宫内 简直就是群圣璀璨 光芒闪耀 雪王 你大驾光临 怎么不通知一生 无好派人相迎 突然 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 从皇宫内转了出来 一四转头看去 他发现在皇宫内最大的一座宫殿内 正映照着一个伟岸的身影 那是一尊皇者 他坐在皇位上 神情肃然 气势恢弘 他的一双深邃的眸子 倒映着宇宙毁灭 星河坠落的可怕场景 他正透过层层虚空 看向了覆盖天空的雪色世界 夜四知道此人便是中央神皇 也就是混沌大陆的九位巨头之一 这才是真正站在混沌大陆最巅峰的存在 就连时光古圣 空间古圣 他们都逊色很多 哗啦 天穷之上 那片雪色的世界里 随着中央神皇的话音落下 一张巨大的面孔显露出来 冒尊 冒昧前来 还请勿怪 巨大的面孔看着中央神皇 缓缓说道 中央神皇 半笑道 雪王客气了 你能来此 让寒舍彭必生辉 无欢迎都来不及 高空中 两位超级强者的对话 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出声打扰 众人都是静静的聆听和观看 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声 因为这对话中的两人 不仅仅是圣人王级别的强者 更是混沌大陆九大巨头之一 他们一个代表雪衣神教 一个代表中央神国 每一个都是统治混沌大陆 无数岁月之久的强大势力 在他们两人面前 无论任何人 都只是陪衬 冒尊 十见古圣兵 你将夜星辰交给我 一番客气交谈之后 雪王终于道出了来意 顿时 周围一道道性灾乐祸 同情可惜的目光 从四面八方射向了夜四 夜四神情镇定 淡默地看着这一幕 眼中没有丝毫紧张 十见古圣兵 这雪王倒是看得起他 不知道中央神皇会不会同意 夜四心中没有丝毫的担忧 毕竟他只是一具分身 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且 他这次来帝都 其实也有备用计划 那便是假死 如果中央神皇真的将他交了出去 那就假死一次 拖延时间 只是不到万不得已 夜四不想这么做 毕竟他还没有得到 时光古圣的那座五万倍的时间加速大阵 夜四的目光不由得 看向了远处的中央神皇 中央神皇此刻也看了夜四一眼 他冲夜四微微一笑 随即对天空中的巨大面孔沉声说道 抱歉 雪王 夜星辰他现在已经是我们中央神国的客亲 我们中央神国可没有出卖客亲的例子 夜四文言 暗暗松了口气 二十见古圣兵 天空中 那张雪色的面孔再次说道 帝都内 一些小圣 大圣文言 都不由得眼红了 就连一些古圣级别的强者都是满脸震惊 众人在看向夜四的时候 一个个眼眸炙热无比 就像四在看一堆古圣兵一样 古圣兵的价值 在场没人不清楚 二十见古圣兵 简直是一座大宝藏了 换成圣人王都得心动 但是中央神皇依旧摇头道 雪王 吴还是那句话 我们中央神国没有交出客亲的例子 你还是请回吧 此话一出 不说夜四一脸笑容地点了点头 就是那些同为中央神国的客亲们 此刻也都满脸笑容 中央神皇能够拒绝这么大的诱惑 而维护中央神国的客亲 这让那些客亲们很满意 卷王似乎也明白了中央神皇的心意 知道想让中央神皇交出夜 新城市不可能的事情后 当即点了点头 好 那本作就先告辞了 众人闻言 以为此事就到此为止了 但就在此时 雪王张开大嘴 吐出一道洪亮的声音 五 雪衣神教教主雪王在此立世 不管是谁杀了夜新城 都可以去雪衣神教参悟雪衣神教真神兵一千年 话音一落 天空中那张巨大的面孔也就消失了 绝色的天地 也逐渐散去显露出帝都原本的天空 但是整个帝都内都是一片寂静 直到半上才响起一片喧哗声 整个帝都沸腾了 那些小圣大圣还没什么 但是那些古圣们 一个个都将目光死死盯着夜四 如果眼神可以杀死人的话 恐怕夜四现在就已经死了无数遍了 参目真神兵一千年 这对于那些小圣大圣或许没什么吸引力 但是对于那些古圣 尤其是那些被困在古圣巅峰级别的超级强者 简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因为能够参悟真神兵 会让古圣在突破圣人王的时候 提高很大的几率 这对于那些古圣来说 诱惑力太大了 毕竟 修为到了古圣这个级别 想要再次提升一步 实在太艰难了 要不然 整个混沌大陆也不会就那么一点圣人王了 哼 夜四当然也明白这其中的缘故 他迎着那些古圣的目光 冷哼一声 转身朝着皇宫飞去 这里是帝都 是皇宫 那些古圣有胆子来杀他啊 夜四冷着脸 不得不说 这次雪王为了杀他的确是花费了巨大代价 简直是不杀他就不善罢甘休了 不过这也让夜四有了理由 可以不用再考虑了 直接答应时光古圣的条件 当下 夜四就直接朝着时光古圣的住处行去 等见到了时光古圣之后 夜四沉声说道 前辈 我答应你的条件 我可以发誓 但请您将那座时间加速大阵提前传给我 没问题 时光古圣笑着点头 他以为夜四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所以想要快点得到那座时间加速大阵 这也很正常 第1615章准备就绪 皇宫内 在夜四发完誓之后 时光古圣就将那座时间加速大阵传给他了 不过 也只限于夜星辰一个人之道 时光古圣不可能让你随便传出去 所以 夜四当场就传讯给无毛记的九号分身 让他去圣虚内找本尊的一句分身出圣虚 等本尊派出分身离开圣虚之后 夜四就把这座时间加速大阵传给他了 再通过他 让圣虚内的本尊得知 做完这一切 夜四终于松了口气 最大的任务完成了 接下来只要等两百年 本尊就能晋升古圣境界了 夜四微微一笑 朝着自己的住处行去 圣虚 夜星辰从分身那里得知时间加速大阵的信息之后 就立刻开始布置阵法 因为这阵法只限于他一个人之道 所以这次无毛记帮不了他 只能靠他一个人布阵 不过 夜星辰的阵法修为已经足够了 而且他只要照葫芦画瓢就行了 至于布置阵法的材料 夜星辰基本上也有 就算缺少几样 也让无毛记他们派遣分身出去搜寻了 这次他俘虏了血衣神教的五个古圣 这些古圣可不是空着手来的 他们圣界之中的宝物 那简直丰厚的让夜星辰激动不无比 毕竟这些血衣神教的古圣 从来都没想过自己会被人俘虏 所以他们都贴身带着自己的宝物 这些古圣活了无数岁月 他们的宝物自然非常多 一些布阵的材料都能从其中找得到 仅仅十年不到 夜星辰就将时间加速大阵布置好了 天煞孤星 无毛记 虚空雷神他们都来参观 真是恐怖啊 五万倍的时间加速 这位时光古圣的境界 恐怕真的踏入了圣人王境界了 天煞孤星感受到了一些时间加速大阵的效果 顿时一脸惊叹之色 旁边的无毛记看着眼缠道 可惜了 你小子发了事 不能让本大爷知道 哎 夜星辰笑着说道 阵法就在这里 虽然我不能告诉你 但是你可以自己去摸索啊 最多耗费长一点时间而已 也只能这样了 无毛记点了点头 他对阵法非常痴迷 遇到这种阵法 他当然不会错过 居空雷神在旁边笑道 以后修炼什么功法的时候 近来闭关几百年就够了 倒是能够节省不少时间 夜星辰点了点头 这座时间加速大阵 比他之间的那座时间加速大阵 要厉害多了 覆盖面积也大得多 足够很多人在里面修炼了 接下来我只要安心 闭关两百年 就能晋升古圣境界了 夜星辰心中兴奋不已 暗暗期待着 古圣 只要踏入这个境界 他的实力就能提升许多 毕竟 他是肉身成古圣 一晋升古圣 那就相当于古圣巅峰的战力 如果再加上混沌神火领域和幻界的辅助 就算遇到时光古圣 空间古圣那样的最强古圣 他都有把握一战 甚至有把握将其击败 连时光古圣和空间古圣都能在一般的圣人王手下保命 那么夜星辰到时候自然也不具一般的圣人王了 到那时 估计对他有威胁的 也就只有手持真神兵的圣人王了 更何况 夜星辰还有分身 他还有五个血衣神教的古圣俘虏 到时候就能造就出五个古圣境界的分身 而且还都是肉身成圣的分身 分身的实力虽然不如他本尊 但也是古圣巅峰 再加上幻界 一样可以媲美空间古圣和时光古圣这等强者 想想看五个这样强大的分身 再加上夜星辰本尊 那该有多强大 如果再加上从三清圣地传人于新华那里得到的神级战阵 组成盘古真身 夜星辰都有把握抗衡圣人王级别的强者了 两百年后 我便真正站在了混沌大陆的巅峰 到那时 我大事已成 血衣神教也奈何不了我了 夜星辰眼中光芒赤裂 满脸自信 至于血衣神教拥有真神兵 他一点都不怕 毕竟 他即便打不过 也能够逃得走 血衣神教总不能拿着真神兵追着他不放手吧 要知道 真神兵都是四大神教和五大神国镇压门派底蕴的神物 不到万不得已 他们根本不会使用 更加不可能将其带领门派 讲到这里 夜星辰转头对天煞孤星说道 前辈 接下来我需要闭关一段时间 如果发现什么妖魔巢穴 就摆脱前辈了 放心吧 由你几个分身配合 即便面对数个股胜级别的妖魔 我也不拒 天煞孤星笑着说道 他也知道夜星辰门门是为了提升实力 毕竟夜星辰是走终极之道的 暂时也只能提升肉身实力 而肉身的修炼根本不需要感悟到 只需要时间积累就够了 只是有一点让天煞孤星很疑惑 即便这座时间加速大阵可以增强五万倍 那点时间又能够做什么 要知道 他天煞孤星当年把肉身修炼到小圣境界 也是花费了几百万年的时间 想要从大圣到古圣境界 那花费的时间就更多了 区区五万倍的加速 也没什么用处吧 当然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秘密 天煞孤星也没有询问 他这次能够摆脱雪衣神教的追杀 甚至能够让雪衣神教一下子失去五个古圣 以及凝聚出古圣境界的分身 都是多亏了夜星辰 天煞孤星觉得自己欠了夜星辰很大的人情 心里有些愧疚 自然不会打听夜星辰的秘密 他只希望能够帮助夜星辰多抓几个古圣 也算是补偿夜星辰了 而且 他跟夜星辰约定好了 抓捕三个古圣妖魔 他会获得一个 这也算是帮他自己 本来夜星辰是准备平均分配的 但是天煞孤星不同意 因为天煞孤星觉得 在抓捕古圣妖魔的时候 夜星辰出力更大 鸡哥 这阵盘对我的帮助很大 但仅仅是小圣兵 你帮我将它提升到大圣兵 最好是古圣兵 有把握吗 和天煞孤星交代完之后 夜星辰随即将从夜四那里得到的盘古真身阵盘丢给了五毛鸡 神级战阵 他可不会错过 这可是他未来对抗圣人王的底牌 你小子放心吧 这阵盘内的阵法几乎完美 本大爷只需要向里面添加材料即可 这就跟你布置这座时间加速大阵一样 照葫芦画瓢 这还难不住本大爷 五毛鸡查看了一下阵盘 随即一脸自信的说道 夜星辰文言 顿时放心了 一切准备就绪 他当天就进入时间加速大阵闭关了 第1616章龙城 龙城是混沌大陆上一座极其有名的混乱城池 他的城主龙君号是散修中一位名气很大的大圣强者 人称圣人中的人渣 一般正常的修炼者是不会来龙城的 因为在龙城内是没有安全保证的 在其他的城池 除非你实力比城主强 否则你敢犯事 就会受到城主的惩罚 所以这些城池内的居民也很安全 但龙城不一样 在龙城内 只要你不得罪龙君号的手下 那你就可以无所顾忌 杀人抢劫那都是正常的 当然 在龙城内你如果杀人抢劫后 需要上缴十分之三的战利品给龙君号 正因为如此 龙城才非常混乱 是一个烧杀抢掠的混乱之城 也许你会觉得 这样的城池应该没人会来 但其实 龙城的人口还是非常多的 堪比那些大城池 因为那些穷凶极恶 豪勇斗狠的修炼者 就喜欢龙城这样的地方 甚至 还有大门派弟子来龙城历练 毕竟龙城中的战斗太多了 需要直接抹除这座城池吗 此时 在龙城不远处的高空之中 有两道人隐并肩而立 他们正是天煞一号与叶九 收到叶四的消息之后 他们就赶来龙城了 准备斩杀龙君号 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 实在太简单了 顺手而为罢了 不过 听到天煞一号要 瓶灭掉整个龙城 叶九还是吓了一跳 连忙说道 不用了吧 这城内人太多了 没必要全杀掉 这可是几百亿人口的大城池啊 天煞孤心还真是报仇报的疯狂了 一点都不在乎人命了 你小子都成圣了 还这么仁慈 天煞一号瞥了叶九一眼 随即看向不远处的龙城 冷亨 再者 这里面的修炼者大多是人渣 留着他们也是害人 前辈 你不觉得有龙城在也不错吗 至少 可以把那些人渣吸引进来 让他们在城内自相残杀 省得出去祸害别人 一九笑道 更何况 这城内还有其他门派的弟子来历练 我们若是全给杀了 岂不是得罪了很多门派 再说 他们也是无辜的啊 随你的便 你小子爱杀不傻 天煞一号文言也没有继续反驳 而是随意的摆了摆手 一九微笑道 前辈 我们还是先进去看看吧 我对这龙城也有些好奇 进去 我们是圣人 一进去就会被阵法给发现的 天煞一号摇头道 但凡混沌大陆的圣人布置阵法 都会有一个硬性规定 那就是一旦检测到圣人进入 就会自动开启防御 除非获得主人的认可 否则没有圣人可以不被发现 就进入圣人布置的阵法 就算圣人亡来了都不能悄悄进入 这是布阵主人的自我保护 将反 对于那些圣人之下的修炼者 他们就不在意了 毕竟 圣人之下皆是蝼蚁 他们还怕什么 前辈 我会用心灵力量覆盖住我们 这样我们就能悄悄进入戎城内了 一九文言笑着说道 天上一号眉头一挑 似乎想到了什么 惊讶到 难道心境达到第七层次 就能可以随便进出阵法而不被发现 一九摇头道 像这些开放性的阵法还行 如果他主动封闭阵法 不允许任何人进入 那我也不能悄悄进去 其次 像五大神国的帝都 还有四大神教的总部 都有神级阵法 我也无法悄悄进入其中 听了夜九的话 天上一号感叹道 这已经很厉害了 混沌大陆的城池基本上都是开放性的阵法 你小子可以随便进出了 呸嘿 这倒是一个好技能 等我们被敌人追杀的时候 随便到哪个大城池一躲 那就安全了 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会躲进城池内 天上一号眼睛很亮 以前他被雪衣神叫古圣追杀的时候 可是不敢进城 毕竟一进城 就会触发护城大阵 从而被发现 但是有了夜九在身边 那就不用担心了 以后可以悄悄躲进那些城池 而不明白夜九能力的敌人 肯定想不到他们会躲进城池内 毕竟 如今的混沌大陆 也只有夜九一个人的心境达到了第七层次 当然 以前混沌大陆有真神 只是不知道那些真神是否留下了关于心境第七层次的能力介绍 不过就算留下了 天上一号也不怕 反正他们是悄悄躲进城池内 谁知道他们躲进了哪座城池 有了这能力 接下来我们的保命能力就大大增强了 而且也方便我报仇 天上一号满脸喜色道 说话之间 两人在夜九心灵力量的覆盖之下 悄然地进入了戎城 一进入戎城 各种战斗的爆炸声 还有混乱的怒骂声就从四面八方而来 甚至就在夜九两人的不远处 便有几个人在争斗 打得很激烈 但无一例外 他们的打斗 都无法破坏周围的建筑物 这也是歧视 这里的建筑物 都被圣人加持过胜利符文 没有圣人的力量 根本无法破坏 夜九仔细看了一会儿 才雅然失笑 那位人渣圣人也真是闲得没事 给整个城池加持胜利符文 不这么做 这座城池早就被摧毁了 天上一号淡淡说道 夜九点了点头 这城内的打斗实在太多了 如果不加持胜利符文 再多的建筑物都会被摧毁了 两人随意地在城内逛着 有夜九的心灵力量掩盖 路过的人 基本上都会自动地忽视他们 直到他们来到了城主府 才惊动了荣君浩这个人渣大圣 圣人 你们到底是谁 怎么进入我荣城的 一道身影突然闪现在夜九他们面前 一脸凶狠地瞪着他们 其眼中闪烁着谨慎的光芒 此人正是荣君浩 他之前在城主府内修炼 直到感受到激烈的危险感觉 才被惊醒的 当时 他就释放出自己的神念 他是城主府周围的修炼者 很快 他就锁定了夜九和天煞一号 因为荣君浩发现自己看不透这两人 有夜九第七层次的心灵力量覆盖 荣君浩看不透也很正常 呵呵 这位人渣圣人还真是厉害 一个散修居然都已经修炼到大圣巅峰境界了 天煞一号打亮着面前的荣君浩 眼中露出一丝奇异 第1617章人渣死 大圣巅峰 一九文言 有些惊讶地打亮着面前的荣君浩 眼中露出意外之色 大圣巅峰级别的散修 他也只见过混乱大圣而已 散修能够修炼到大圣境界 那已经非常稀少了 更何况还是大圣巅峰级别的强者 毕竟散修极度的缺少修炼资源 又没有前辈指点 进步速度是很慢的 外界传因此人遗失大圣后期 看来他是隐藏了实力 夜九暗暗想到 这也很正常 但凡修炼者都喜欢隐藏实力 这是为了以防万一所留下的自保手段 夜星辰隐藏的实力就更多了 可惜这隆军号遇到的是他们 注定死路一条 你们到底是谁 隆军号听到天煞一号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真实修为 瞳孔一缩 脸色更加阴沉了 与此同时 隆城的护城大圣早已经启动了 将夜九和天煞一号迅速隔离到了隆城之外 灾人的身影 瞬间从隆城之中出现在了隆城的高空上 有护城大圣的加深 隆军号心中松了口气 但是依旧神色戒备的看着不远处的夜九与天煞一号 这种垃圾阵法 有必要吗 天煞一号一脸不屑的看着对面的隆军号 夜九也摇了摇头 他们之前在阵法内 其实有能力阻止隆军号的 只是 真没必要 这隆军号的阵法修为不强 所以隆城的护城大阵 威力也不强 最多将隆军号的实力提升三成而已 饺子 动手吧 天煞一号对夜九说道 对面 隆军号眼睛死死盯着天煞一号与夜九 怒吼道 你们到底是谁 我记得有得罪过你们 于新华认识吧 夜九笑着问道 隆军号一愣 这名字似乎有些熟悉 但他一时间也没想起了 毕竟只是个圣人之下的蝼蚁 他怎么可能记在心上 那么三清圣地呢 夜九再次说道 隆军号瞳孔一缩 顿时恍然大悟 他恨恨地骂道 原来是那个小畜生找你们来的 他们三清圣地的宝物都被抢光了 他能够有什么传家宝请得动你们 不好意思 他的传家宝我很感兴趣 夜九笑盈盈道 隆军号脸色阴沉 眼中含光闪烁道 那你们就给我去死吧 说完 他就操控着阵法 朝着夜九与天煞一号轰击过来 幻戒 夜九淡淡地吐出两个字 随即便退到一旁了 下一刻 一座巨大的幻戒便降临了 隆军号被幻戒笼罩 顿时就失去了夜九他们的行踪 等他从幻戒里面挣脱出来的时候 已经被削弱了九成九的实力了 他脸上爬满了惊恐之色 有些不敢置信 地瞪着夜九说道 你是夜星辰 怎么可能 夜星辰不是在帝都吗 他怎么敢来这里 此人没必要知道太多 夜九淡淡说道 有幻戒笼罩 隆军号是无法向外传帝信息的 因此他不担心自己的身份暴露 杀天煞一号探出大手 朝着隆军号镇压过去 隆军号的实力被削弱太多了 在天煞一号这位古圣面前 就更加没有抵抗力 仅仅一个照面 隆军号就被重创了 古圣 你是天煞孤星 隆军号惊恐地看着天煞一号 跟夜星辰相熟的古圣 他也知道就天煞孤星一个 这两人居然联手来杀自己 那小畜生的传家宝有这么大的价值吗 竟然请动了一位古圣和夜星辰 他却不知道天煞一号只是来帮忙的 轰猛龙 战斗开始 高空中传来恐怖的能量波动 下面的荣城 无数修炼者趴在地上 感到浑身颤抖 古圣出手 压迫感太强烈了 那种一散出的契机与圣威 根本不是他们这些圣人之下的 蝼蚁可以抵挡的 此时 龙城内的凶恶之人都不敢再战斗了 纷纷趴在地上 一脸惊恐地望着天空中的圣战 他们心里面祈祷着 千万别牵连到自己 夜星辰 只要你不杀我 我可以把我所有的宝物都送给你 高空中 龙军号大声吼道 面对天煞一号这个古圣的攻击 他根本无法抵挡 只能选择求饶 可惜 夜四为了提前得到阵盘 已经向于新华发誓了 必杀龙军号无疑 等你死了 你的东西一样是我的 夜九冷漠地看着龙军号说道 饺子 受死吧 天煞一号开始全力出手了 有换界的压制 龙军号连一丝反抗之力都没有 就被他镇压了 高空之中 幻界几乎凝聚成了一个球状 将龙军号关在里面 饺子 这家伙正好让你晋升到大圣境界 天煞一号笑着说道 夜九点了点头 本尊的其他分身都已经达到大圣境界了 只有他还处于小圣巅峰 不过 等他练化了龙军号之后 便能踏入大圣境界了 自此 夜星辰的九个分身 全部晋升到了大圣境界 数月之后 中央神国帝都 夜四在传颂镇广场 见到了匆匆赶来的思域山 正位曾经是天圣门的长老 后来被夜星辰给收服了 如今是补天教的长老 这次补天教退守胜虚 思域山没有去 而是在外界负责联络补天教的其他弟子 思域山此番前来帝都 是带着龙军号人头来的 虽然龙军号死亡的消息早已经赚开了 但是人头还是要带来的 在夜九恋化龙军号之后 就把人头给思域山了 让他带给夜四 夜九倒是运气好 本尊不准备提升他的实力 没想到他靠自己都能踏入大圣境界 夜四安安一笑 收起龙军号的人头 夜四看着面前一脸恭敬的思域山 问道外面的弟子还好吗 任虚冲有没有为难你们 鸡炳教主 任虚冲并没有派人追杀我们 到时候有一些任虚冲的弟子找我们的麻烦 但并不是任虚冲高层阻止的 是他们任虚冲弟子的自行行为 思域山连忙说道 以后不用叫我教主了 教主之位我已经让给奉 帅哥了 夜四有些无语 每次叫无毛记的名字 他都感觉很羞耻 思域山也是老脸抖动 强软着笑 夜四摆手道 不用管人虚踪 我没死 他们不敢对你们怎么样 是 思域山点了点头 夜四继续说道 弟子们的人心还稳吗 夜 思域山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夜四了 他想了想 还是叫前辈吧 夜前辈 弟子们的意志都很坚定 没人背叛我们补天教 思域山说道 夜四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即说道 告诉弟子们 不用等一万年了 最多几百年 我就带你们灭掉人虚踪 思域山文言张大嘴巴 似乎有些不敢置信 几百年 这点时间 足够夜星辰成古圣吗 夜四没再理会思域山 带着荣君号的人头就走了 准备交给于新华 彻底了结这件事情 第1618章大典 百年时间 悠悠而过 这一天 中央神国再次热闹起来 准确地说 是帝都热闹了 因为今天是中央神国时期皇子寄生储君的大典 各大神国 各大门派 都纷纷派遣使者前来祝贺 中央神国内 也有无数强者前来祝贺 整个帝都 顿时人山人海 喧闹至极 夜四也没办法再继续前修 他接到了十七皇子的邀请函 也要去参加这次大典 实际上 这次大典 也只有圣人才有资格来参加 和十七皇子当初举办的圣宴一样 只是这一次 联会的格调更高了 前来参加的圣人 不光是小圣 大圣 还有古上也来了 像其他四大神国和四大神教 都是由古圣带队 外加几个大圣 十几个小圣前来 而中央神国内部 包括战圣 仁虚宗古圣在内的七位古上也都来了 再有就是中央神国自己 也派出三位古圣级别的客亲 算是给十七皇子家乡 当夜四抵达会场的时候 此地早已经群圣汇聚 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充斥整个大殿 这些年夜星辰在混沌大陆如日中天 几乎无人不知 所以夜四的到来 顿时引起了场中群圣的注意 一双双深邃的目光 从四面八方朝着夜四射来 其中 有不少目光都蕴含了 强烈的敌意和杀意 像雪衣神教这次败对的那位古圣 就双眸充满杀气的盯着夜四 神色冰冷至极 仁虚宗古圣也冷冷的盯着夜四 还有一些古圣 对夜四隐隐露出敌意 这让夜四有些不理解 因为他并不认识这些古圣 不过 很快他就明白了 因为雪衣神教对他的悬赏 只要谁杀了他 就能进入雪衣神教参悟真神兵一千年 这对古圣的诱惑力太大了 所以 有些古圣对夜四露出敌意 便在正常不过了 实际上 就连中央神国的一些客亲 都不怀好意的盯着夜四 毕竟 即便身为中央神国的客亲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参悟中央神国的真神兵 实际上也只有时光古圣 空间古圣 他们几个强大的古圣有资格参悟 其他的古圣 可都想要斩杀夜星辰 从而获得雪衣神教参悟真神兵的机会 也好 这些古圣未来都是我们这些分身寄生古圣的养料 他们若不想杀我 本尊恐怕也不会对他们出手 但是他们自己找死 那就怪不得本尊了 正好本尊还缺少不少古圣 让分身进阶古圣 这些可是自己送上门 等着八 再有百年 便送你们去死 夜四目光一扫场内那些对他充满敌意的古圣 冷笑一声 到黄埔寨林那边去了 等本尊晋升古圣境界之后 他们这些分身就需要练化古圣级别的强者来提升实力了 可是混沌大陆的古圣就那么多 杀任何一个都会引起很大的轰动 甚至引起很多大势力的敌视 但是 如果这些古圣自己找上门来 那别人就怪不得夜星辰了 夜兄 黄埔寨林这边还有司空汉海 这两人都是小圣 在这场内非常不起眼 也只有随着夜四的到来 才让他们受到诸圣的关注 侯兄怎么没来 夜四看向战圣宗那边 发现只有战圣和几个大圣来了 并没有侯元武的身影 黄埔寨林探道 侯兄还是很讲义气的 上次他为了你的事情跟战圣闹翻了 已经辞掉战圣宗宗主的位置 现在已经被战圣给关起来了 夜四文言皱了皱眉 这是战圣宗的家务事 他怎么管 更何况 上次的事情 战圣并没有对不起他 只能说 上次战圣并没有全力以赴 但人家至少为他拖住了一位古圣 夜四根本没有理由怪罪战圣 只能说 他们之间的关系 从老铁转为了普通盟友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 夜四根本没资格插手战圣宗的家务事 夜兄 你放心吧 侯兄乃是战圣的嫡系后代 他不会有事的 也许闭关一段时间 他或许能够踏入大圣境界也说不定 司空汉还笑着说道 夜四点了点头 的确用不着担心侯元武的安全 这家伙的确是战圣的后代 不然也不可能当得上战圣宗的宗主了 机人闲聊之间 十七皇子已经到来了 他今天显得很高兴 几乎是满脸的笑容 眼中隐藏不住的喜色 夜四看向不远处的九皇子 这位曾经高高在上 如日中天的九皇子 此刻是一脸的落幕 神情颓废 两位昔日的竞争对手 今天终于决出了胜负 九皇子败了 以后将是十七皇子的时代 而这其中 夜星辰却是帮了很大的忙 没有他的帮助 十七皇子未必能够击败九皇子 这不 十七皇子和一些古圣建礼之后 便连忙向夜四道谢 夜兄 客气的话就不多说了 尽我们的友谊 十七皇子从旁边侍者手中取过两个酒杯 将其中一杯酒递给了夜四 夜四笑着举杯 祝贺道 恭喜十七皇子 不 应该叫太子了 哈哈 夜兄别打去我了 十七皇子苦笑地摇摇头 不过他眼中的笑容 却是怎么也掩饰不住 忽然 十七皇子收起笑容 对夜四点了点头 说道 夜兄 我先离开一会儿 说完 十七皇子便走向了大殿上方 在那里 有一尊宝座是空着的 但此刻 一股强大的气息突然充斥整个大殿 而上方那座空着的宝座上 也随之出现了一道伟岸的身影 见过神皇陛下 见过神皇陛下 中央神皇出现了 一群圣人纷纷行礼 便是那些古圣 都微微攻了攻身 中央神皇不仅仅是圣人王级别的强者 更是执掌中央神国的一方巨头 谁敢不尊敬 随着中央神皇的到来 十七皇子寄生储君的大殿也就正式开始了 中央神皇亲自替十七皇子加冕 时隔多年 中央神国终于出现储君了 当然 十七皇子这个储君 恐怕还要做不少年 才能继任中央神皇之位 谁叫这些神灵们活得时间久远呢 几乎不死 好在中央神皇达到圣人王境界已经很久了 他很快就要闭关参悟真神境界 到时候自然就要卸任神皇之位 叶兄 宴会之后别走 我有事情跟你说 突然 十七皇子的声音传入了叶四的耳中 第1619章任务 突然收到十七皇子的传音 叶四有些惊讶 不过还是在宴会之后留了下来 当众圣都离去的时候 十七皇子带着叶星辰进入一座偏殿 叶兄 有事情又需要你帮忙了 不过你放心 这次你只是辅助 而且酬劳丰厚 十七皇子一边走 一边笑着说道 叶四微微笑道 太子不必客气 有需要帮忙的尽管吩咐 叶兄就别打去我了 还是叫我名字吧 十七皇子摇头苦笑 随即 十七皇子继续说道 这次任务并不是我私人请你帮忙 而是我们中央神国的任务 而且 不只请了你一位客亲 还有其他人 叶四文言 微微有些好奇起来 说话之间 两人进入面前的偏殿之中 在这里面 叶四顿时看到了一个熟人 就是那位空间谷圣空君子 空君子见到叶四进来 对他微微一笑 见过前辈 叶四微微躬身行礼 随即 叶四打量四周 发现除了空君子这位谷圣之外 还有其他三位谷圣 叶四不由得瞳孔一缩 他看得出来 这三位谷圣的实力虽然比不上空君子 但也都是人须宗谷圣那个级别 甚至更强一些 这么一股力量 真是可怕 这次的任务看来并不轻松了 叶兄 我想几位前辈都认识 十七皇子在旁边介绍道 叶兄 我给你介绍一下空君子前辈你已经见过了 这位是雷鸣古圣 十七皇子指着面前一位身穿黑色衣袍的中年男子 对叶四介绍着 同时 十七皇子还传音给叶四说道 雷鸣古圣是一位巅峰古圣 叶四心中微微一领 眼前这位雷鸣古圣给他的感觉 就像四面对天节一样 非常恐怖 一小有的大名 我也耳闻已久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雷鸣古圣对叶四笑着点头说道 叶四连忙说道 前辈过奖了 十七皇子随即指着旁边一位靠在一只白色单顶鹤身上的慵懒少妇说道 这位是飞鹤古圣 见过前辈 夜四神情依旧凝重 这位飞鹤古圣的实力虽然比雷鸣古圣稍续一筹 但是对方身边的丹顶鹤 居然也是古圣层次 真是厉害 最后这位是竹龙古圣 十七皇子指着最后一位古圣介绍道 竹龙古圣本尊是非常稀有的龙族 竹龙 他的实力可是非常强大 见过前辈 夜四继续行礼 谁叫这些人都是他前辈呢 竹龙古圣对夜四点了点头 随即笑着对十七皇子说道 太子过奖了 在殿内的几位古圣中 我可是实力最差劲的一个 十七皇子微微一笑 并没有回话 这四个古圣都不是普通的古圣 他可不想得罪其中任何一个 介绍完毕 十七皇子不由得看向了空君子 夜四顿时了然 看来这次任务是空君子带队 这也很正常 毕竟空君子的实力是在场最强的一个 他不带队 谁有这个资格 诸位 空君子看向几人 笑着说道 你们应该都清楚神皇陛下的情况 他马上就要卸任神皇之位 闭关冲击真神境界了 夜四看到旁边的十七皇子 在听到空君子的话语之后 不由得瞳孔一缩 眼中隐隐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简然 这位十七皇子心中充满了激动 可是 太子现在的修为才大圣境界 还不足以胜任神皇之位 空君子继续说道 所以 这次的任务 便是为了帮助太子提升修为 让他得以踏入古圣境界 夜四文言顿时恍然大悟 感情这就是十七皇子 晉升储君后的福利啊 难怪这家伙说他晉升储君后 修为会大涨 这是要直接把十七皇子 给提升到古圣境界 这难度有些大 不知道中央神国有什么底牌 夜四继续聆听着 空君子接着说道 想要让太子无视瓶颈 迅速突破到古圣境界 我们混沌大陆唯有一样宝物 那便是生命猿龙 所以 我们这次的任务 便是抓捕生命猿龙 空君子话音一落 雷鸣古圣便皱眉道 生命猿龙可不好抓捕 这家伙在生命禁区内的实力 都快接近圣人王层次了 跟空君子你的实力相当 我们几个联手 再加上夜小友的辅助 击败他不难 但是活捉就困难了 竹龙古圣叹息道 可惜生命禁区禁止圣人王踏入 否则派一个圣人王前辈过去就行了 不知道这次任务的奖励是什么 飞鹤古圣慵懒的声音响起 空君子微微一笑道 任务完成之后 我和雷鸣可以参悟真神兵一百年 至于你们 可以选择参悟真神兵十年 或者一人一剑古圣兵 说吧 空君子看向夜四 笑道 夜小友 你情况特殊 你这次的奖励可以选择一剑古圣兵 或者由我替你天空之城布置阵法 届时 凭借此阵 哪怕多位古圣攻打 你也无惧 旁边的十七皇子有些意外的看了一眼空君子 在奖励之中 可是没有让空君子布置阵法的奖励 这显然是空君子擅自加上去的 不过 十七皇子也没有多想 因为奖励对夜星辰来说的确不错 否则的话 夜星辰就要一直躲在帝都 他的补天教也不能回归天空之城 有了空君子布置的大阵后 夜星辰就不用忌惮仁虚宗古圣他们了 前辈 我知道了 夜四也对空君子点了点头 他心里面已经选定古圣兵了 毕竟本尊以后有九个古圣分身 还缺少九件古圣兵呢 至于空君子说的阵法 虽然很吸引人 但是夜四可不敢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别人 那阵法既然是空君子布置的 如果空君子万一动了坏心思 关键时刻捣乱 会要了他命的 像这种护山大阵 夜四只会相信自己 和自己信任的人 奖励还算可以 拼一次吧 雷鸣古圣听到空君子说的奖励 顿时不再反对了 像他这种到了古圣巅峰境界的强者 也只对寄生圣人王有兴趣了 当然不想错过这次能够参悟百年真神兵的机会 竹龙古圣和飞鹤古上也很满意 一见古圣兵 这价值可不低 赤不宜迟 那我们就现在出发吧 空君子随即笑道 机人皆是点头 第1620章生命禁区 离开皇宫 空君子直接撕裂虚空 带着夜四等人踏入其中 消失在帝都 他们的离开 被帝都的不少圣人给感应到了 毕竟撕裂空间所一散出来的能量太强大了 可逃不过那些古圣大圣的眼睛 在帝都的某个地方 雪衣神教这次带队的古圣睁开眼睛 看着皇宫的方向 面色一冷 吃足 夜星辰离开帝都了 旁边 一位雪衣神教的大圣也感应到了 雪衣神教的带队古圣冷哼道 有空君子在 我们是杀不了他的 只能把消息传给教主了 说完 他就传讯息给雪衣神教教主了 与此同时 帝都之中的其他古圣 大圣也都好奇不已 夜星辰居然离开帝都了 他不怕死吗 好像有空君子跟着 还有另外几位古圣 估计是执行中央神国的任务去了 那他倒是不用担心 有空君子这位空间古圣在 就算圣人亡来了 也杀不了夜星辰 古圣 大圣们隔空用神念交谈着 任虚宗古圣眯着眼睛 他感应到夜星辰身边的那几个古圣实力都不比他弱 更不用说有空君子在了 他根本没机会杀死夜星辰 希望雪衣神教这次能够用点心 任虚宗古圣 暗暗想到 他能够感应到夜星辰的离开 那么雪衣神教的那位带对古圣肯定也能够感应到 这会儿 估计雪衣神教教主都已经知道夜星辰离开中央神国帝都了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雪衣神教教主会放弃吗 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 只是雪衣神教这次能不能杀死夜星辰 任虚宗古圣不敢肯定 毕竟夜星辰身边有空君子在 这位空间古圣的大名 任虚宗古圣可是如雷贯耳 这可是连圣人亡不杀不死的强大古圣 在混沌大陆的诸多古圣之中 空君子绝对可以排在前十位 一空间内 夜四回头看了一眼帝都的方向 旁边的空君子笑着说道 不用担心我对于空间的掌控 比一些圣人亡都强 他们不可能发现你的行踪的 旁边的雷鸣鼓上也笑道 夜小有你尽管放心 有咱们这位空间鼓圣在 即便圣人亡来了也杀不了你 夜四微微一笑 道有几位前辈在 我自然不担心 这次任务还要靠几位前辈出手 我只能在旁边放个幻戒辅助一下 话不能这么说 你的辅助才是最重要的 不然这次我们根本没机会抓不到生命猿龙 空君子摇了摇头 随即笑着说道 你的幻戒连时光鼓圣都被削弱了三成力量 我等恐怕会被削弱七八成 到时候对付生命猿龙 你才是主力 是吗 连时光鼓圣都被他的幻戒削弱了三成力量 雷鸣鼓圣文言满脸震惊之色 旁边那位竹龙鼓圣和飞鹤鼓圣 也都露出吃惊之色鹅 看向夜寺的目光中再也没有丝毫小觑了 这样的一个超级天才 未来若是能够踏入鼓圣境界 恐怕又会是一个时光鼓圣和空间鼓圣 甚至比他们两个都要强 如此人物就算因为走上终极之道 而无法踏入圣人王境界 那也足够傲视群雄 站在混沌大陆巅峰了 空君子前辈过奖了 几位前辈就算被削弱了七八成力量 那也可以随便秒杀我了 夜寺谦虚道 竹龙鼓圣笑道 你小子倒是谦虚 一点都没有天才的傲气 难怪这么点年纪就有如此成就 当真是前途无量 可惜当年四大神教和五大神国都瞎了眼 居然把你这个超级天才给错过了 我估计他们现在都后悔死了 那位飞鹤古圣第一次对夜寺开口说道 语气之中充满了赞赏 都不是傻子 都知道夜星辰一旦成为古圣 实力会超越他们 这样的潜力股 当然要提前结交 若是换成一般的大圣 那他们就会直接无事了 混沌大陆 终究还是以实力为尊 哈哈哈哈 空君子听到众人的谈话 笑着说道 可不是吗 就因为他们错过了夜小友 所以从现在开始 只要是从混沌星空古路出来的人 不管天赋如何 四大神教和五大神国都一律收下 总之就算看走眼了 也不能再放过下一个夜小友 早该如此了 四大神教和五大神国的家业这么大 哪里用得着精挑细选 直接一箩筐收下就行了 雷鸣鼓盛笑着说道 天赋好的就重点培养 天赋差的就丢到军队里面历练去 这样也就不会错过夜小友了 夜四无语 没想到自己的出现 居然让四大神教和五大神国改变了对混沌星空古路的态度 这对于那些苦苦从宇宙各地赶过来的天才 倒是一个福音 至少拜入四大神教和五大神国 让他们提前有了一个很高的基础 当年夜星辰是能够拜入四大神教和五大神国的话 恐怕现在的成就变更高了 我们到了 一空间内 空君子忽然说了一句 随即一把撕裂虚空 朝着外面飞去 鸡人也都跟了上去 下一刻 几人眼前一亮 一片绿色的世界便出现在他们面前 夜小友 这里便是生命禁区 乃是混沌大陆上的一处奇异地方 空君子笑着说道 夜四点了点头 来之前 他也在混沌网络上面查询过了 生命禁区的形成很特殊 是曾经一位真神境界的妖魔死后所化成的 这位真神级的妖魔是被混沌大陆一位真神给斩杀的 真神级别的强者 实力非常可怕 所以 即便这位妖魔真神死去了这么多年 此地依旧限制了圣人王的进入 只允许圣人王以下的修炼者可以进去 几位 进去吧 空君子说吧 对竹龙古圣说道 竹龙 待会儿就靠你放出龙器 吸引那生命猿龙过来 随后 空君子又对飞鹤古圣说道 你速度最快 负责牵制生命猿龙 别让他给逃走了 竹龙古圣和飞鹤古圣都点了点头 至于叶小友 你只要看到生命猿龙 就立刻放出幻戒 空君子转头对夜四说道 明白 夜四点了点头 他这次来 只是负责释放幻戒 毕竟他那点实力 可打不过生命猿龙 既然分配好工作 便一起进入眼前的绿色世界里 充分配好工作